这是一个半人半羊的怪胎 被当成正常人类小孩抚养 女主人不但不害怕 还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小美和丈夫经营一家牧场 正值母羊分娩剂 接连接生几个后 突然有一只长着人身的羊诞生 这让两人始料不及 随后把羊带出羊圈 独自抚养 而丈夫也没想到 妻子会这么喜欢这小羊 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照顾 她很悲伤 因为这让她想起了 之前意外夭折的女儿 为了赶走伤痛 她也接受了小羊的存在 给她取名叫艾达和女儿同名 这就是她们疼爱的宝贝 可艾达原本的羊妈妈 思念孩子心切 一直跑出羊圈 不停向孩子叫唤着 都说为母则刚 她笃定心意 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给带走 小美尝试把她赶走 不让羊妈妈接近孩子半步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母亲的任性 这天 小美正在忙农活 丈夫哄完孩子睡觉后 便也干活去了 家里没人看管孩子 等一回来 艾达不见踪影 两人分头寻找 翻过大山 闯过农屋 穿过小溪 找了一圈 才发现原来就在家附近 脱下外套 包裹住孩子弱小裸露的肌肤 一旁的羊妈妈 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抱走 看他们渐渐走远 也咩咩叫着跟上来 小美受不了孩子 一直被羊寄予 留下羊妈妈 在风中凌乱 在之后的日子里 艾达和爸妈的关系 越来越亲密 也越来越像人类 但羊妈妈始终没有放弃 不断在屋外徘徊 小美终于爆发 趁孩子和丈夫还在睡觉 拿出猎枪凝视着羊妈妈 对方丝毫不退缩 举起枪 干净利落地下手 拖着他的尸体 挖出一个木坑 埋在了不远处 一个羊头人身的小孩 站在门边 男人还以为自己酒喝多了 小羊还坐到餐桌上 妈妈给他介绍这是叔叔 这操作让男人看得一脸懵圈 他看了看弟弟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么多年没来看他 想不到多了个怪物侄女 他问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哥哥大为震惊 他们倒是不介意奇怪的看法 睡前还带着艾达 让他道声晚安 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 艾达也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想法 渐渐注意到 自己和家人长得不太一样 有时候偷看叔叔 发现他能唱会跳 很是有趣 时不时还弄些零食草给他吃 艾达很喜欢这个叔叔 但爸爸却对这个行为感到异常生气 两人为此经常吵架 哥哥怕这家人走火入魔 趁两人睡着 拉着艾达出门 一路上他很是乖巧 和叔叔看了许多新鲜景色 走到一处空地 叔叔松开手 艾达很是疑惑 舅舅拿棍子指着自己干嘛 男人用枪指着羊头人身的小女孩 小羊女一脸猛逼 男人不想因为这个怪物 让弟弟一家陷入畸形的生活 可看着艾达童真的眼神 最终还是下不去手 等妈妈醒来 看到两人相拥而眠的温馨画面 终于放下心来 有时候他会带艾达 一起看望逝去的姐姐 晚上给他讲很多的睡前故事 让艾达被爱包围 叔叔习惯了他的存在后 也会偷偷说一些 爸爸妈妈们年轻时的去世 但回去时 车子出了故障 只好丢在半路 徒步回家 一家人的关系缓和 其乐融融 艾达也高兴地手舞足蹈 大人们看足球赛 看得正起劲 无聊的他 跑到屋外陪小狗玩 但在一处角落 小狗刨了很厚的土 把羊妈妈给翻了出来 艾达目睹这一幕 慌忙跑开 他的思绪非常混乱 为什么自己是人类 但却长着羊头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去 爸爸拉艾达一起睡觉 但此刻他的呼吸非常急促 在极力掩饰害怕 盯着画框中的羊群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叔叔很中一地喜 想和他发生点什么 一再被拒绝 那一幕竟然被他看到了 无奈之下 小美主动投怀送抱 然后带着行李 把他送上了驶走的客车 原本以为 不会在声势端 但从小狗尸体出现的那一刻 事情便不简单了 艾达和爸爸手拉着手去修车 他躺在草地上 把玩着小花 爸爸试了好几次 还是修不好 只好先回去 走到一半 脖子突然中枪 鲜血直流 开枪的是个人伸羊头的羊人 表情异常愤怒 艾达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在爸爸的胸前 羊人拉过他的手 将他带走 虽然爸爸死命挽留 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结局 艾达不属于他们 要回到原本的世界了 等小美赶来时 丈夫已经凉了 如今孩子也没了 又只剩他一人 在寄聊广袤的天地里 唯有一声叹息